全體的國人啊 非常支持啊 台灣 要給運動選手好的待遇啊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的政府才會考慮啊 要成立體育發展部嘛 成立部會啊 是一回事 在這個之前啊 我們國家所補助 透過協會補助啊 給選手的每一塊錢 都要花在選手的身上 這是我向來的原則 當初國民體育法在改革的時候 就是有不肖的協會 胡搞瞎搞嘛 胡搞瞎搞嘛 好 我之前啊 檢舉迷你主協啊 拿假的單去 亂報仗 這件事情啊 你們7月的報告啊 說錢追回來了 那問題是 錢追回來 那然後呢 拿假單去 報仗的協會 要不要追究責任 請問部長 我想這個肯定的 一定要追究責任 那目前體育署追究了什麼責任 請說明 公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目前大概就是依照審計部的部分 已經把那個多一零的錢 一零的錢 都要領回來 這我剛剛講過就不要再講 另外我們現在也那個 會計師在 查核的部分呢 會在10月底會完成 我們一定要 會計師查核的這個部分 我們來做整個行政的處理 第一個 會計師還不用查核完就知道 有用假單去報仗嘛 錢退回來了對不對 請回答 是就是嘛 是 剛剛部長也說啦 那不是錢追回來就沒事啊 要處罰要處理啊 那現在 會計師不用等會計師出來啦 現在已經確認了 就有這樣的事情嘛 部長也說要處理嘛 所以我請教你們體育署處理了什麼 給了他什麼處分 各位報告 我們會在會計師的這個 正確的這些資料 查核的資料做一併的處理啊 什麼時候要處理 這個會計師的資料 會在10月底之前給我們報告 奇怪你聽不懂喔 不用等會計師啊 現在就已經確認有假的單據啊 部長也說了啊 不是錢追回來就沒事啊 你們還要拖多久 還是迷你足協背後政治靠山很大 不敢處理 是這樣嗎 不會不會 需要多久 需要多久 我想我們還是在會計師的這個資料 全面了解之後 我們一定會做行政的運動 沒關係啊 我會持續追下去啊 我們大家等著看啊 看這些協會 是不是背後有政治人物撐腰啊 我體育署軟趴趴啊 軟的快要跪下去了 部長可不可以承諾 這件事情一定追究責任到底 我想 是的 因為有任何的一個違法 我想我們一定會依法來追究到底 對嘛 當你們自己就承認有違法了嘛 不要講空話啦 具體的行動 我今天喔 利用質詢的時間 再幫一些選手 還有選手的家長請命啊 冰球協會 來先看一下 2016年U18賽事啊 就炸零補助 法院的判決都出來了 這個我相信體育署都有掌握啦 要不然體育署在管這些協會是在管假的 那現在 他不是只有2016那個事情喔 一而再 再而三十隨之位耶 完全沒有任何嚇阻的作用 2019年冰島 世界U20冰球錦標賽 我們的體育署補助了39萬機票 國際冰球總會補助交通費66萬 結果每個選手 大家花4萬塊去買機票 每個人只拿到1萬塊 來請問一下副處長 這是怎麼回事 這部分是不是容我們回去再了解 好 回去好好了解齁 上一次 有媒體披露這件事情 主席不好意思 我只接一分鐘 把最後要講的說完就好了 那最後一分鐘 好 就最後一分鐘 謝謝主席 當初喔 2021年 有教練家長反應 結果你們體育署啊 很會打官腔 說單據和銷啊 都合乎規定 有嗎 有嗎 請你們回去啊 了解清楚 我為什麼說有嗎 來看一下 U20 體育署補助的金額 39萬3 39萬3 你們在上面報的 八張機票 一張49,933元 這個數字哪裡來的 這個數字哪裡來的 為什麼我問這個數字哪裡來的 因為我問了選手 我也問了家長 我面對面跟他們溝通 他們來投訴 他們很憤怒 他們拿單據給我看 說委員 我們只買了4萬塊 協會拿了一張49,933 去跟體育署要錢 體育署是閉著眼鏡在審核啊 結果 每個選手跟家長最後拿到1萬塊 主席又站起來了 我給體育署時間回去瞭解 一個禮拜之內書面回覆可以嗎 好我們盡快回覆 查清楚喔 給這些選手跟家長一個清楚的交代 謝謝 好謝謝黃國昌委員